好的充电系统 蓄电池电压的下降会伴随着充电电流的增加 反之亦然 整流电压可以用外用表测量 但是当发电机有一个二极管失效 而导致输出减少33% 外用表的读数会依然显示正常 唯一正确的监测发电机输出的方法 是用试波器观察它的电压和电流波形 来我们来捕捉一下这个电源的启动电流的波形 我们把这个通道1接上一个这个电流探头 然后夹到这个电源的线上 好那么现在我们调节一下这个试波器 因为我们通道1连接的是电流探头 所以我们把它选择电流探头 然后这个电流探头的通道开船底呢 是100层的 你给它调成100层 然后由于这个启动电流 大概在100到200安 那我们把这个通道开船底 给它调到53 那么由于我们接的这个信号 它这个是复起的 所以到时候电流它肯定会往下走 所以我们给这个触发电瓶 稍微给它往下一点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 三次触发 好然后现在我们启动一下 休啊 行动 好 好这样的我们这个波形就抓到了 我们打开一下是不是这个测量相 看一下这个值 可以看到这个电流最大 走到了209安 然后再缓慢的回去 我们来测一下这个宝马G38的电池启动灭压 我们给这个伺服器接上 这根DNC短三双头线 然后接上两个鳄鱼夹 红色我们夹这个电池的正确 黑色夹这个细阵齐的 好 我们可以看到 伺服器 就在13V左右 然后我们来测一下 这个启动的电压 我们也可以选择这边 这边有一个加伺服启动 我们给它减一下这个三十度高 好启动一下 好这样就捕捉到了这一个启动的电压 开始 好 现在我们来测量一下这个充电电流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显示有一个小幅的启动电流 我们给它选中以后 这个通道一是一层的 然后是两层 然后这个通道二是一百层的 二层的 那么由于我们这个电流线呢 接的是复级 所以我们这个触发电瓶 给它稍微往下移一点 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伺服器的三次触发 来等待 好 启动一下 好 启动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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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启动 启动 好 可以看到 这样子我们就把这个启动的电流给抓出来了 可以看到电流从一个上升在下降的过程中 然后再跟着凌服 电压也有一个下降的过程 然后再重新去扎扎扎